你好 今天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对一个老的视频 如何通过更改视频原数据的方式 给观众一个去看它的新的理由 或者是创造一个看点 好 闲话少说 我们先看例子 你看 注意这个视频 看它的封面图有什么特点 它讲400万次观看 你看现在的观看量是多少 407万次 就是这支视频 看到407万次 400万次 这样一个在封面图上面 那你讲 这个视频的封面 肯定是最近才更新的 对不对 因为它这个视频才发出来的话 它是四周以前 那个时候是从零开始 然后一万十万 然后过百万到四百万 如果这个视频将来的播放量 超过500万的时候 那我相信它应该回来更新 讲现在是500万的次观看了 如果过了1000万 那当然要大家的庆祝一下子 然后发社区帖 发Instagram 发Facebook 然后告诉大家 我这个视频过了1000万的观看量 对不对 然后大家又重新回来看 这个封面上一下子非常醒目 哇 400万 1000万 800万这样的数字 同时它完全也可以 在这个标题上面重新更改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视频的原数据 所谓的原数据是数据的数据 那在这样一个情景底下 什么是数据 就视频本身 视频我不懂它 那视频以外的东西 说明啊 标题啊 封面啊 还有字幕啊 这部分都可以更改 这就是我们讲的视频的原数据 那这样也是里程碑式的一个观看数 当然你就可以更新这些原数据 然后通过各种渠道 把这个更新的消息散发出去 同时由于你更新了封面图 更新了这个标题 更新了说明 那也给油管的算法 发送了一个信号 讲我们这个视频进行了更新 那么你是不是重新 根据更新的这个内容啊 尝试再推送一波 这是完全可能的 对吧 好 那么关于更新视频原数据 这样一个专门的话题 我们以前专门做节目 讨论过的 好 大家感兴趣来 可以去收一下子 那今天给大家看的是 这样一个实际的例子 那当然我们脑洞一下子 我举个例子吧 好吧 那老胡的长征 这是我在四年以前 发的一个视频 这是我露脸 做视频的第一期 你如果感兴趣 我四年以前 第一次出镜是什么状态 那个时候长什么样的 那你就可以去看一下这期节目 这个视频的链接 在这个视频的说明区里头 好 那我完全可以给大家更新一下这个视频的封面图 比如说 我在这上面就给他讲了 这老胡第一次出镜 老胡的处女秀 这一类东西 比较吸引别人眼球的 那么完全我也可以 把这个标题上面 也重新进行更改 那么如果你那个频道比较大 有某一个视频 给你赚钱赚的最多 然后你完全可以讲 这是我赚钱最多的视频 那么你的粉丝 他就会对这样一期老的这个视频 他这样一个新的事实 你告诉他 给他创造了一个新的看点 他就回去看 对不对 很有意思吧 所以你可以沿着这样一个思路 去处理你频道里面的老的视频 如果有什么里程碑式的这样的事件的发生 有什么比较丢脸或者倒霉这样的事情 如果对你的粉丝来讲他会感兴趣的话 你就可以创造这样一个新的看点 然后对原数据进行更新 重新包装一下子 这样子的话能给你的老的视频 带来新一波的观看量 好的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例子 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谢谢 再见